好的主播 放有望去印度這片稻米田裡 全都是受損的稻穗 農民們趕緊收割還可以賣出去的稻米 因為印度在上個月爆發大紅幻 許多農作物都被淹壞 讓農民們苦不堪言 根據印度政府表示 今年因為強降雨 已經讓當地大米零售價 在一個月內上漲了百分之三 印度當地媒體也報導 七月初印度糧食庫存 已經跌到五年內最低點 為了穩定國內市場供應量和糧食價格 印度政府已經宣布要擴大出口禁令 除了印度香米和珍和米以外 一切的白米立即禁止出口 這也引發加拿大 澳洲 美國等地 出現大米搶購潮 美國德州達拉斯的這間商店內 就有大批民眾攀爬貨價 搶購一包包的印度香米 因為印度是全球第一大米出口國 光是去年的出口量 就高達兩千兩百萬噸稻米 大約佔全球大米貿易量的四成 聯合國報告顯示 因為印度的禁令 七月份全球稻米價格指數 比去年的一百零八點四點大漲 約百分之二十 創下二零一一年九月以來的最高水準 聯動推升食品價格指數上漲了百分之一點三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歡迎大家下載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